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是Netcar MU33 近来有网友问 它的200流明 中间亮度的200流明是否可以到9个小时 然后说有人测试 在200流明的时候它只能使用3个小时 那我之前有测试了1.3次 在28的温度下 它都是有7个小时到8个小时以上 再长我就没有去测试下去了 因为有时候出去玩 或者是出去干嘛的时候忘记 在录影这个时间 那我们今天刚好有空也来测试一下 现在是7月20号 7点08分 我们首先看它的电量 那电量呢4个已经充好电了 然后我们来开启它的主光灯 按9点1 2就开起来了 最亮 最弱 中间 最亮 那白光的主灯呢 就三个模式 我们调到中间模式就是200流明 它可以号称9个小时 那我们现在就放在这边测试 那我不可能一直守在这个时间 我的设备呢也不可能 这么好的开9个小时 所以我会分担的来录影 那时间呢就是在这里 7点08分 OK 我们来慢慢看 现在呢是第二次呈现影片 7月20号32度 然后现在时间是10点09 我们第一次时间呢是7点08分 现在是3个小时了 看一下它的电量 电量 电量 一格了 中间200流明继续 那3个小时过去的电量 刚才我们有显示到这边 那现在就继续 3个小时 我们到时候再过3个小时 大概1点吧 1点半我们再来看一次 好 那另外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它的表面的数据 是有一个算是 大家共同认证的一个 流明坎德拉的一个单位 然后大家很多的手电筒照明设备 厂商去参加 然后订出的一个规格 然后让你在包装的标示 还有它的数据呢 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那但是呢那个数据 都是在实验室下面 在一定的温度 环境之下所测试的 所以可能跟我这边的 32度的温度是不一样 那好像是24还是26还是28 忘记了 好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 电池的耗电量跟输出 在不同的温度下 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那他们呢都会有装 比较好的手电筒 会装一些那个控制模组 让它稳定的输出 不会因为温度变化而忽然 会有一些耗电量的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呢不是很清楚 但我们只要知道 在我现在测试32的温度之下 它能够使用多久 那先这样子 那我们待会一点两点 我们再来看一次 好 继续 OK 现在呢是1点36分7月10号 温度是30度 好 这个是200流明的 我们先把它关掉 好 看一下电量 哦 还剩两格 OK 好 一样继续按久一点打开 中流明 低流明 中流明 高流明 低流明 中流明 继续 那现在从7点03分 看看 7点03分 10点 11点 12点 1点 已经过了6个小时了 所以我不晓得怎么用的啦 但是如果说单独只开200流明的话 目前我测试是开7-8 9-10-11-12-1 好 开了6个小时 那还是有两格的电量 那我们就继续咯 好 继续放着 好 现在时间是3点10分 我们从7点08分开始 8 9 10 11 12 8 9 10 11 12 1 2 3 现在8个小时了 在200流明的情况之下呢 还是有电的 我们来看一下 200 高流明 低流明 诶 没电了耶 完全没电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只能说证明在正常的温度之下 NU33那个卡尔的牛顿氢量化头灯 可以使用很长的时间 那我只是证明这一点 那应该会超过三个小时了 如果说是在高温的环境 应该会比较缩短时间 大概是这样子 好吧 谢谢 开始充电中 开始充电